深圳和香港严重水灾 由于暴雨和水库放水 深圳和香港的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水侵袭 深圳多个地铁站被淹 罗湖火车站也受到影响 导致交通中断 香港的预警系统失效 尽管香港政府于2020年11月推出了紧急预警系统 但许多居民并未收到暴雨警报 结果 香港的多个地铁站 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都被淹 公众反应和政府问责 香港居民公开批评政府的无能 而深圳的居民则较为克制 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大陆对言论自由的严格控制 内蒙古可能的核事故 有传言称内蒙古发生了一起核事故 在一个煤矿工作的两名司机出现了放射性疾病的症状 这一事件并未引起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广泛关注 关于放射性煤的担忧 有指控称内蒙古的煤矿含有高浓度的放射性油 有人猜测 这些煤在发电厂燃烧时释放了放射性粉尘 可能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影响 中国政府将该地区近期的健康问题归咎于气候变化和花粉过敏